第569集 男儿路不可错一步 当兄一掌 蔡孝成冷笑一声全力对上 心道 你个老不死的若是巅峰时期 我自然怕你 可你现在已经是一条命去了九成 我怕你老了个嘴 那想到双掌一接触 只感觉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 猛的冲了过来 蔡孝成大叫一声 眼中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蹊跷之中同时喷出鲜血 身子绣球一般远远的飞了出去 狠狠的撞在一棵大树上 咔嚓嚓 肋骨全断 昏迷过去之前 游自大叫一声 见鬼了 不可能 谢之秋哈哈大笑 白须飘扬 被追赶了一路的恶技 终于发了出来 一个虎月进入人群 左掌右剑 打开杀戒 想到这一次 自己的家园被人生生破坏 祖祖会被数百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一路逃亡 无数的子孙死在自己面前 谢之秋悲怆的打笑 愤怒的出手 眼中有泪 但没有来得及低下 就已经被怒火燃烧殆尽 不断从长下剑下飞剑出的雪花 让谢之秋这位老人感觉到无尽复仇的快 雪光每次飞剑 都似乎看到了谢氏家族一律阴魂 安心明目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啊 谢之秋一边出手 一边疯狂而又悲怅的大吼 为那些自己来不及救援的家族英魂 每个人都送上自己的祝福 因为我已经为你们报了仇了 他似乎已经看到那寂寂无声的黄泉路上 自己的族人在目睹仇人身死之后 一个个脸上带着安慰的笑容 飘然走上那条发光之路 无牵无挂 再无遗憾 再不回头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为你们报仇了 报仇了 谢之秋出手更急更猛 在实力恢复的这一刻 彻底颠狂 便在此时 一朵穷花灿烂的从他背上绽放 却是谢丹琼也得到一颗不完全版九重丹 实力瞬间恢复 猛的从老祖宗的背上跃下来 第一时间穷花出手 璀璨而又绚丽灿烂的穷花一出 便带出了一片血雨腥风 穷花出百花穷 这天下第一等的暗器猛然出手 效果是绝对的不同反省 在完全的意料之外 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谢家少主突然恢复 许多人就这么突兀的 被穷花带走了自己的生命 穷花灿烂的飞舞回旋 带出一流流七雁的雪光 璀璨的花瓣 从一个个人体中穿入 穿出 再穿入另外一个人体 惨叫声连成一片 随即 随着楚阳九重丹的飞出 罗克迪也奋起沙迪 他身上的伤也瞬间恢复 激战中 董无双大吼一声 突然不顾自己身体负荷 狂猛霸道的接连 劈出九刀 对面的李长龙顿时感到莫大压力 五百七十斤的莫刀 与刀黄的犀利 再加上董无双 微猛如天神的浩荡气势 与奋不顾身的打法 在这一刻 竟然成功的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董无双第一刀出 李长龙横剑招下 当的一声剑粉碎 董无双七窍之中猛的喷出鲜血 但董无双丝毫不停 双手握刀 第二刀已经到来 李长龙大吼一声 浑身发出了白茫茫的气息 竟然以肉掌迎上 左掌与刀锋一触即收 随即退上一步 右掌迎上 接连不断 连锤七步 到第七掌发出的时候 洁白的手掌 竟然抵住了锋利的刀锋 狂猛反击 莫刀被震得往上翻起 董无双瞠目如灵 一声抱吼 双手虎口崩裂 第三刀继续破空披露 无我无情刀 董无双已经将无情刀 发挥到了极致 夹杂着所有精气神的每一刀出 都不容对方躲避 只能应接 只能应聘 李长龙尖笑一声 身子盘旋起来 无数的手掌从身体四周冒出 一掌一掌的迎上刀锋 第四刀 第五刀 董无双仰天狂吼 一口浑原的血柱 从口中喷出 突然身子一眉烈烈 迎风飘起 半括之中双手握刀 头下脚上 用自己的生命 劈出了第九刀 李长龙大吼一声 情之对方这也是最后一刀 猛的催动员工 两只手掌猛的拍出 但是他忽略了 长久以来 两只手上已经被劈了数百刀 虽然仗着皇级实力与领域 并没有破碎 却已经是伤痕累累 此刻催动所有的潜力一臂 两只手顿时如同喷泉一般 冒出了细细的血丝来 李长龙大吼一惊 闪身击退 却已经来不及了 董无伤君临天下的一刀 已经到了 李长龙大吼一声 双掌迫不得已迎击上去 喳喳一声 李长龙惨叫一声 双掌被劈碎 刀继续下落 来不及退 胳膊碎 刀锋持续下压 肩膀碎 刀再劈 胸骨碎 董无伤一声长啸 铺天盖地的刀器 势不可挡地 汹涌地冲进李长龙的五脏六腑 李长龙大叫一声 便如触电一般 梦然争住 他双目大张 眼光茫然 似乎这一生的经历 在这一刻全部回放 少年的艰辛 定亲的喜悦 年少的稚气奋斗 那一日自己跟随师父 头也不回 踏上江湖路 那一日 残阳如雪 身后有人 阴阴哭泣 一步步杀入江湖 一步步往上攀登 一步步 登上高峰 却在默然回首 失去了赖意支撑自己的动力 回去入目所见 以仆孤坟 无边荒草 盼盼 自己中了春毒 却是从此没有了禁忌 堕落 那还是自己吗 那还是盼盼苦盼了一生的我吧 我就要去了 可是我还有脸见他吗 他如何 还会接受我现在这个充满 污秽的身体吗 世间难尔万条路 万万不可 错一步 李长龙怅然而立 身体破碎 五脏已经尽数破碎 却是似乎毫无所觉 错一步 无归土 纵然黄泉 也无回头路 哎 李长龙怅然一叹 这声叹 却似乎将一声的遭遇叹记 突然 李长龙本已经失去所有光彩的眼睛 陡然一亮 冥冥中 冥冥中 似乎有一位头扎着黑油油的大辫子的农家少女 纯朴的脸上闪烁着盼望 穿着花布棉袄 眼睛闪着快乐 正小碎步的跑着 向自己跑过来 似乎是等待了千万年的妻子 在迎接自己的良人 李长龙突然快乐起来 你原谅我了吗 董无伤以为他在跟自己说话 什么 李长龙不理他 苍老的唇角 闪出一丝孩童一般的唇真快乐 你来迎接我了吗 我 我脏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董无伤需要侧着耳朵才能听得见 正要问上一句 却听见李长龙满足的叹息一声 嬉嬉笑道 盼盼 我好快活 董无伤还带在听 却发现面前的李长龙 已经停止了呼吸 已经死去的黄座 脸上竟然仍然存留着无限的满足 与一种心怀忐忑的愧疚 似乎在惊喜着某人的谅解 也在惭愧着自己的过失 但最终 还是快乐 快活 他死了 董无伤摇了摇头 只觉得头脑有些眩晕 世间难而万条路 万万不可错一步 错一步 无归途 纵然黄泉也无回头路 随后摇了摇头 低声道 或许你需要回头路 可是我只有往前的一条路 我不需要回头路 大敌已去 董无伤只觉得浑身痛苦 浑身轻飘飘的如雨飘起 没有了半点力气 他亮枪一下 几乎跌倒在地 当狼一声 莫刀脱手落地 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无伤张开嘴 老大 董无伤抬起昏昏沉沉的头颅 你在哪 难道我出现幻觉了吗 一颗丹丸突然扑鼻声 钻进口中 一股熟悉的香味 便突然钻进鼻孔 浑身受态 孤独行身形飘忽 在面对四周所有敌人的时刻 孤独行的神思却似乎也突然飘了起来 剑出手 却忘记了 忘记了敌人 忘记了厮杀 忘记了天地 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自己 孤独剑客 忘情剑法 孤独行的身子如同梦游一般飘来荡去 甚至目光也是一种锐利的茫然 他的黑龙剑也如同在空中梦游 但剑光闪烁 看上去软绵绵的一剑一剑 却如闪电奔雷 在一个又一个敌人的咽喉之上 绽放出灿烂的血光 他就像一个失忆的盲人 在失重的空间里 没有意识的舞蹈 但每一举手 每一投足 就必然带走一条生命 孤独行身形随着剑光飞起 剑猛闪电一般的一吞一吐 奥宇云大叫一声软软倒下 他的咽喉被开出一个大众 旁边的护卫们疯狂一般的扑过来 孤独行却似乎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杀死一个重要人物 也没有感觉到四周敌人正在疯狂而来 身子轻飘飘的一转 闪电一般冲进另外一个方向 沿途见光所指 一个个人影惨叫着摔了出去 他的身子连续遭受中计 但他依然顾我沉浸在这种奇异的状态之中 疯狂的收割人命 一个威猛的身影突然爆起 大刀当头一刀 奥氏家族另一位公子奥成云 没有来得及惨叫 就被从头到脚分作两半 便如两片正要上架的猪肉鲜血淋漓的两边 平分而开 奥氏家族众人终于完全疯狂 两位公子转眼丧命 让这些人直接拼命 竟然开始以命换命的打法 谢氏家族现在人毕竟已经是太少 厮杀竟然接近那位 诸葛家族为首的那位黑衣蒙面人双眼闪烁了一下 似乎有些紧张的往前踏上一步 两只眼睛紧紧的盯住坦坦的那团黑雾 大哥 貌似有些不对劲啊 另一名黑衣蒙面人皱皱眉头 大活不解 怎么形势突然间逆转 谢氏家族这些人 纵然加上申利君也不够体格人 但现在已经势均力敌了 而且这傲氏家族顶尖的黄座转眼就死了三个 对方却一个都没有折损 反而越真越勇了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双目伸索 沉淫的大 老二 你发现没有 自从那位觉醒者身上腾起那片黑雾 谢氏家族的人就似乎在突然间变成打不死的怪物 打歌的意思是 那团黑雾有蹊跷 第569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